记者钟燕于台北报道,明年元旦起,台北市超商超市集量饭店不可销售购物用塑胶袋,只能贩售兼具购物用塑胶袋与专用垃圾袋公用的环保两用袋。 环保两用袋新正式亮相,尺寸有3公升,小6公升,中及14公升,大,单下分别为1元、2元及5元。 北市环境保护局预估北市每年可减少2000万个塑胶袋。 环保局资源循环科长崔浩志指出,北市102年开始推动环保二次袋,由于法令未强制规定迄今仅销售560万个,推广成交有限。 106年8月15日,环保局配合环保署或大限速政策,公告自107年元旦起,北市量饭店、超级市场及连锁便利商店业者将不可再贩售购物用塑胶袋,只能贩售环保两用袋。 环保局表示,环保两用袋尺寸有3公升,小6公升,中及14公升,大,单下分别为1元、2元及5元。 环保局长刘明龙表示,每年北市超商超市集量饭店使用购物用塑胶袋,数量大概达2500万。 明年环保两用袋正式上路后,估计会有8成取代率,因而每年可减少2000万个塑胶袋。 至于双北垃圾袋未来能否通用? 刘明龙说,只要新北市愿意收台北市,北市也会病实对等户会办理。 刘说,新北市曾提出,在两市地理交界的卖场,放置两市的环保两用袋。 本市向业者征询意见,业者则希望透过行政协商,本市也向环保署请示,派能出面协调促成,给予民众生活便利。 刘明龙说,各通路业者可选择代售海宝局制作的环保两用袋,若要发行自家购物袋,需按照海宝局的尺寸、规格及材质制作规定,也需购买防卫标签,并粘贴于袋身,贩售给消费者使用。 刘明龙呼吁,民众购物优先自备环保袋,若忘了袋可向爱买,加月福借用押金环保袋,若仍需买塑胶袋,买可当专用。 垃圾袋使用的环保两用袋,共同例行购物减速三部曲。